图画纸上充满大家的想象 中和区举办亲子卓射比赛 从八件多件作品 经过评审老师的精心挑选 又甚至齐聚一堂 全家大小都出马 小朋友得奖 他们一同沾光 第一次看到小朋友的作品 我刚刚特别一个一个 一服一服 每一部作品都去好好地 仔细地观看了一下 发现小朋友真的 非常地用心来做绘画 不管是用铅笔 蜡笔 水彩笔 或者是各项的图图工具 来为我们破画美丽的未来 所有的小朋友 都是我们国家的主人 医院邱风瑶在台上 慢慢颁发奖状 拿到奖状的小朋友 小得合不拢嘴 他们用心画图 化身成小小壁卡索 沉浸在画图的乐趣 同时发现综合之美 为了公报 我们安保雷的土地 获得正神 包括当然很多 现在最夯的 我看到一部作品的 连高跟职业教堂 都可以看得到 当然小朋友把他想的 他看的 他需要的 他想要的 都在文化前面都呈现 一方面也谢谢我们 所有家长的支持 看到自己的孩子得奖 台下的家长 抢着拍照纪念 透过产观学合作 营造社区之美 也更增添亲子之间的感情 中央新闻力小风中和报导 我们有所谈的感情 我们有所谈的感情 我们有所谈及的感情 感谢观看